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他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他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他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他就等我们回到天津以后 就追我们 老乡在天津读书 是这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啊 要当飞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他现在不放心我嘛 他说咱们异地 他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他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津和他吵架 干嘛呀 他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成以后 我俩肯定就异地了 我觉得异地以后 他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 我们俩天天摊在一块儿 他都好多这种花花肠子 那等到一来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他 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不是 他现在 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 我记得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这样 是你说的吧 对 他在眼皮子底下 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 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他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再一块儿几个月以后 发现他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到份时候 我俩在家的时候 他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他的气 生他的气 他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 三人出去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他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他走了 他走了 而且您知道 他走去干嘛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他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 你没干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出来一块喝 而且之前也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他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呢 他一群人可好了 他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了以后 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真的没说过话 没联系吗 你借钱给人那事 你说一下 说吧 那不说也不行啊 你这到这儿了 你完全是那个 这就属于那个 带着证据来的你知道 你借钱那事你说一下 他其实把它翻译过来说 你把借钱给你前女友 那件事的前因后果 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这事已经不用说 我们知道他把钱 借给前女友了嘛 你就详细细地说一遍吧 就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嘛 然后看他发 他差一点钱买东西 然后我想着正好 刚发生活费嘛 就转给他了 就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当成一个正常朋友了 就他发了个朋友圈 说我缺钱买东西 差一点钱 你就把钱转了 对 没有当前女友了 就正常朋友嘛 我差点钱买东西 说咋不给我转钱呢 就给人转 咋不天天在一块 怎么没听 那那天我 在一块给他转钱 不是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发他手机 哎 手机 就没有三 聊天记录的习惯就 倒是谈的 你没钱你跟他说他给吗 我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他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我最近缺点钱 怕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他的记录吗 他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他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有人找到这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他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好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美女 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坦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对吧 可是你喜欢的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他就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改 他这个坚决不改 就是他喜欢跟异性在一起交往 还是胡来 喜欢和异性交往 而且我觉得他想找备胎 他为什么想找备胎呢 就是平时我们俩一块出去 比如说吃饭啊 到处玩一玩 拍点照 然后呢他发朋友圈 然后那天我发那朋友圈一看 点开那个屏蔽了谁 有他前女友 然后呢再往前 发我俩合照 再点开看一看屏蔽了谁 就没屏蔽谁 就是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能看见 别人都看不见 就我俩刚在一块没多久 就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内向比较害羞嘛 那我就只想让关系比较好的人看见 就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好